昨天傳出 高雄六規農會有大約三百 箱的蜜蜂林蓮霧 突然被中國的貿易商棄單 所信今天已經有其他的貿易商表示 願意承接 不過借連有農產品受到了影響 也讓人注意到外銷仰賴 中國所存在的風險 農委會是表示 這幾年都有持續的拓展海外市場 也提供運費等補助 不過學者則是認為 運費的補貼不是長久之計 應該要從產業鏈來進行整體規劃 工作人員忙著包裝蓮霧 二月二十八號傳出被貿易商棄單的 上百箱蓮霧 當晚就有其他貿易商主動聯繫 高雄六規農會 說要承接 不但解決棄單危機 還帶來新訂單 中國三月起禁止臺灣鳳梨進口 加上這起突發氣單 讓外銷仰賴中國的風險浮上檯面 而為分散風險 農委會一直積極在拓展其他海外市場 但出口不單是找到市場就好 還要一一配合各國不同的檢疫標準 另外關稅也需兩國協商 除此之外 部分水果像鳳梨釋迦等可能因保存或運輸不易 過去外銷以臨近國家為大宗 農糧署也將協助做相關改良 不過市場拓展需時間經營 運費補貼也非常久之際 學者建議還可從產業鏈上中下游去做整體規劃 不光農產品 像種苗 農機具或農產加工品等 都可對外尋求市場或合作機會 透過跨部會產官學整合 多面向來保障農民權益 記者陳煥宇 徐振駿 高雄報導